今年台商回流产业用地供不应求 有鉴于此经济部跟台南市政府合作 进行新市产业园区开发 总面积大约有70公顷 投资金额74亿 临近国道交通便利 而且串联南科园区 未来将提供3000多个就业机会 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动土大吉 电机有故 手持精产往下一产 在市长黄伟哲的带领下 新市产业园区正式拉开序幕 为了解决台商回流产业用地需求 投资超过74亿 打造新市产业园区 总面积69公顷 位于新市区台塘农场 依国道8号分为南北两园区 临近国道3号新化系统交流道 交通便捷 串联临近永康级新级园区等相关产业链 为台南产业发展 发挥扩增与外溢的加成效益 最主要是说让这些台商回来 赶快有土地可以来设厂 再来我们所要提供 差不多42公斤的带 给青山来用 可以創造150亿的产值 未来园区将引进金属制造业 电子零件组制造业 以及仓厨业等七大产业 提供超过3000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达到150亿 中央与地方政府联手 改善产业缺帝问题 支援周边产业聚落 期盼能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 同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当地经济繁荣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